苹果的订单会牵动供应链业绩强弱 市场传出了苹果第一款大尺寸的iPad 会延到9月份才要上市 那么对于组装厂鸿海的出货时程也会顺延 既然外资点名了 伪创下半年抢供iPhone6机种的组装订单的机会 恐怕会增添变数